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抗中保台 这四个字满天飞了 包括吴英宁 他要选彰化的立法委员 他就说 我啊 我就是受害人 令北好友就是当年攻击我的那一批人之一 所以呢 中国的影子无所不在 而林静怡也讲了 他说我们现在必须要面对资讯战 这是国家的危机 谢金河 财经专家 他说 有心人士的认知作战 下一个目标 爱租倪哦 就是我们的经济部部长王美花 因为他们已经搞掉了一个成绩中 下一个就是王美花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这一篇 这几天铺天盖地的 都是讲对岸认知作战 借由林北好友这件事情 或是这样子的一个途径 而另外我们看到林玉宏 也就是林北好友 他的这个本名叫林玉宏 他已经射死了 社会性死亡了 必须讲他做出这样的事情 他自己要自作自受 他承担 恐吓案怎么可以这样自导自言呢 可是他持续在发文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包括蔡逸宇 嘉义的立法委员 他就说 我跟你们说了 林北好友这个人不是好东西 他2018年先替张家 也就是张荣卫家服务 2020年故意进入我们民进党 是要卧底吗 他讲了一些话 林北好友按捺不住 林玉宏 林玉宏就说 其实你才是满肚子坏水的被骨仔 他讲的是蔡逸宇 他说蔡逸宇 你不要把我当成车衣 你不要把自己当成车衣 你是堂堂的立法委员 我本人从2015年就开始评论农业政策 我自导自演诈骗案 自导自演恐吓案 这个当然我承认错 可是我评论农业 有评有据有什么错 不要把脏水都泼到我的身上 看起来其实这里头内斗很久了 龙介先就讲说 这个基本上派系斗争 大家在看的就是派系斗争 有利益 而另外我们看到 林北好友又说了超私的案子 必须讲分开看 观众朋友分开看 他自导自演恐吓案这件事情 那当然社会性死亡 我们这个谴责他 可是他指出来的可能是事实 或是数据 我们要不要证视 或者是农业部相关的单位 要不要给民众交代呢 我们要问的是这件事情 超私的500万美元的差价是真的吗 林立宏指控 他说超私的报价 这个他一箱鸡蛋是赚20美元以上 加上25箱的这个总量 所以超私有500万美金的价差 意思就讲超私赚了1.5亿台币 这件事情农业部能不能够给我们一个答案 如果讲师他错也可以 至少你给我们一个答案 这是全民的钱 我们全民都想要知道的 而另外续产会终于把巴西蛋的流向资料 在炒了一个月之后给公布了 我们知道他流向哪几个县市 13个县市 包括基隆 双北 桃源 宜兰 台中 彰化 云林 嘉义 台南 高中跟屏东 另外新北市查获了一批弹役 没有中文标示 所以也开罚了 这13个县市现在爱注意 那是不是还有一些可能 即将过期或是已经过期的弹呢 大家要小心 台北市也启动了跨县市的联防查核 现在大家还是要注意食安的问题 来请问任君兄 我觉得食安本来就是从上到下 他本来不持之只有这个所谓的 直向的还有重向的 包含每一个人其实都要去注意 所以现在变成叫做全民找蛋运动 就是说因为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大家不信任政府 因为县府说没有 但是不好意思 我就不好意思 就在那一家里面找到一个 你不是说没有了吗 结果说不好意思 因为标示错误 结果还要被罚 结果我今天回来看 就是这整件事情 其实凸显出来了有一块 林北好渝他所做的这个仪式 他是自导自演这个案子 他必须要负起他该负的法律责任 没有任何人需要帮他脱最后 真的有问题他要讲清楚 所以他现在不写什么脸书 或者说什么人现在在哪里 或者怎样 我觉得这都不是解决问题的 最后的方式 因为你还是要出来面对 所以他做的这件的错事 是不是代表了他以前 所揭露的那些全部都叫做错的 现在民进党其实在做这个操作 也就是农业部他出来讲说 这个他涉及自导自演案子 跟农业部无关 跟这个真的无关 所以他们不愿意答 但有一批人就是会质疑讲说 你看你连这么大的事你都敢 敢这样搞 那你以前提供的资料 可信度有多少 用这种所谓的疑问句 回来去帮所谓的 包含到像这个什么 什么陈吉仲这些人 好像要洗刷他的冤屈 我跟你讲陈吉仲如果有冤屈 不是别人给你的 是民进党给你的 因为民进党可以力挺你到底 不要让你下台 但是民进党也觉得说你不OK了 所以要叫你下台之后 现在好像又觉得他委屈 那也没关系 回聘陈吉仲 让他再回去做农业部的部长 民进党愿意吗 也不愿意 因为很简单 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处理好 所以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时候 包含到你这个什么 从什么实质转型 从有壳的蛋 变到没壳的蛋 突然就可以从产地 从巴西变成台湾 我老实讲 我们在座没有人敢做这种联想 但是会做这种事叫我们官员 官员就直接下了一个样张 跟他讲说你们就这样干嘛 是谁让整个的这个蛋 出现到这么大的问题 不是拎白好油的林玉宏 不是 他提供的这些数据 如果他有错 你官方直接就否认他了 如果他讲的那些东西是有意义的 你早就 你怎么可能会不告他 按照我们现在政府 一直要打假的这个方式 他有错你们就会去纠正他 不会让他一直在那里 弄到最后 本来民进党借此一句来告诉大家 讲说对 成吉東没有处理好 所以叫他下台 所以这时候出来喊怨说什么 谁弄谁 我觉得一马归一马 一马归一马 他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与法不容 我讲明白就是这样 你造成很大的社会恐慌 他自己讲说这些东西有真有假 有一些是他承认他自己找人家弄的 但有一些他讲说我收到这张照片 那是真的 你说恐吓 对 我们就回来看 我当然希望他讲清楚 该办的还是要办 至少自己人是一块 那有没有人其他在这些事情 但是他跟现在我们谈的蛋 确实是两码之势 对 这个要自己面对 那讲到要面对这件事情 赖清德有面对记者吗 没有 可是昨天他去校园面对学生 我们来看看他跟学生的QA 你对民进党诸多的贪污不必要事件 你有没有什么解决吗 请教你 哪一个具体的事件 让你有 有这样的相反 民进党上那个来 其实一直都有 贪污的案例 相信大家在新闻上面都有看到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里 好 直接问女学生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 来 我们起教惠文兄 当然这个 我也不去批评电子报的小编 因为基本上 会去电子报当小编的 就是小时候不念书才会这样子 小时候不念书 就是让记者当面嘴 当小编 所以大家要努力的念书 真的啊 你看他写什么 职球对决精彩过招 前主我们都会先看标题 想说你看这个是中山大学的 这个是东海大学的 东海大学也是职球对决 中山大学职球对决 所以在靖德只会投职球 不会投变化球 这个是中山大学 你看他已经连续跑两个大学了 所以侯友宇赶快去 侯友宇不要去拜庙 侯友宇你去拜庙都没有人 我都有偷看 你去大学好了 他真的有职球对决吗 真的有精彩过招吗 所以前主你刚给我们看的这个 这个女同学她问的这个问题 其实她问说你有没有什么 解决的方法去问赖信德 其实她 你们那个简太短了 她有回答 她有 旁边同学帮助赖百亿 他讲同学讲赖百亿 你知道他讲谁吧 如果不知道就是平常没有看 新闻大白话 然后讲的疫苗跟光电 还讲的新竹棒球场 然后还有讲卢渣 这是这些同学的提问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说 赖信德他有回答 赖信德没有回答 你刚刚看到的是 因为他中间有跑去讲别的题目 赖信德其实他是没有回答的 所以我们就回到说这个标题 来 赖信德哥再拜托一下 他有直球对决吗 没有 那你刚刚看钱子撿的 有很精彩吗 也不精彩 很无聊 对不对 所以赖信德其实他跟何欧一样 他是答非所问 他是避重就轻 不是这样子吗 各位同学我来帮你补充一下 来 你看这个 你要去问赖信德 为什么台南市直辖市升格13年 历届议长都吃官司 为什么 为什么台南市升格之后 四个议长四个都吃官司 为什么 你做台南市長 你们在中山大学在高雄 你应该问赖信德说 那个赖副总统你当过台南市长 为什么台南的登革在这么严重 你先问一下 那个同学我没有要批评 同学已经很勇敢的问这问题 前子我跟你讲 他是这个问题是昨天掌声最热烈的 大家都热烈鼓掌 赖信德有立刻问 没有赖信德先去回答那个什么 很像是那个男女平權的问题 他去问别的问题 他先去回答别的 然后绕一圈再回来说 你刚刚问那个 你有什么具体的吗 旁边同学有帮忙补充 那刚刚我就讲说 同学这个是赖品鱼 云豹小公主公布答案 那包括什么疫苗 光电 这个是高宏安的 不是高宏安 林志堅的新竹棒球场 还有这个鲁渣 鲁渣在哪里 鲁渣就是郭再信 当然也是台南 都是你的本命区 这是你先潮流的 那我请问你刚刚举了这么多的个案 哪一个赖信德有回答 他一个都没回答 那我请问赖信德你都不回答 现场的同学你们满意吗 你们当然不满意 我在这边看我也不满意 前置我还要去调那个 那个现场直播带着这样看 我想说你到底回答什么 什么都没回答 所以这些电子报的小编 我不应该骂吗 什么直球对决 哪有什么精彩过招 你看到鬼喔 什么都没讲 那叫精彩过招 你是没看过精彩过招吗 莫名其妙 那什么都没回答 你抓一支麦克风 那我想请问大家 这样子对侯友宜公平吗 一点都不公平 你跟侯友的表现有什么不一样 一样烂 你什么都没回答 你有针对云豹小公主回答吗 没有 你有针对这些什么疫苗的 他什么都没回答 我当民进党当主席 我一定会处理 他就是那种 基本上就是那种乾坤大挪移 很像 看起来很诚恳 什么都没讲 是啊 所以这一点侯友宜要学一下 你要从政 演技一定要好 如果不会演的话就不要选 小编可能一个晚上要处理十条线 你来帮小编讲话 他逼我爸人就对了 所以他没有看直播 我猜他没有看直播 他没有看直播 不能乱下标题 大家乱操一通 你这样会互透我 对 我还以为他真的直求对决 结果一看没有 这一点媒体真的要检讨 媒体真的要检讨 来 小毛哥 大家要开始习惯 赖清德的方式 还有新闻的操作 我提醒大家 他现在是现任的副总统 也是执政党的党主席 然后挟着所有党政均特的资源 在选总统 大家可能不太晓得 赖清德在台南市长那八年里面 到底在台南干了哪些好事 但是你却看到他们不断的 有这个我们说阿谀奉承的 那些新闻出来 你今天看到刚才惠文哥 这么气说这个小编怎么样 惠文哥 有时候我们要体谅一下 搞不好人家什么业配不业配的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而且标题怎么都一样 你抄我 我抄你 这种很容易 对不对 奇奇怪怪的新闻 毛哥 我也有接业配 可不可以跟我联络一下 老公帮我把LINE打上去 赶快这个LINE LINE倒 LINE倒这边可以接业配 处理一下 我们先抽三层 漂亮 都分一下 然后你要了解就是说 整个赖清德跟民进党 过去几年的执政 新闻 专题 什么县市长得什么几薪奖 哪一件事情是下预算百不平的 这个民进党处理这些事情 这很顺的事情 小女生 大学女生在下面这样子 赖清德还 那个状况他等于 权力如此不对等的状况去 当众在霸凌人家了 在反问他 对啊 当众在霸凌 你讲出来 你讲讲看 讲啊 学生后来讲了 就像慧恩哥说的 新闻也没有敢处理 你告诉我这种闪躲到这样子 只为了一方量身定做 去说他执求对决 去说他怎么很诚恳 很怎么样的 你告诉我这不是业配 那你这个记者可以不要干了 自由时报也许直求对决 大家都超自由时报 所以说这种种的状况 我们看下来 你还能再相信民进党 跟他们在操作的这些状况 到底是如何的真实吗 大家要习惯 赖清德跟民进党 正在把全台湾台南化 你一定要了解 赶快去找你在台南亲朋友 问问看 他们在台南到底干了什么事情 登革热你想要用台南经验 来试试看吗 赖清德就告诉你 台南的登革热经验 可以让大家都有帮助 拎北好游这个事情 我觉得后续很可怕 因为大家不要忘了 他被什么名义羁押 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 他了不起就是一个证人而已 却能够被羁押 而我们到现在不知道 他是因为什么罪名被羁押 然后你不要忘了 他的电脑跟手机也都被扣了 电脑跟手机里面他有群组 他有联络的对象 他到底接受过谁的指令 做过什么事情 如果他是国民党的网军 除了捧猴他又黑过谁 这些东西民进党抓在手里面 后续会很好玩 是 来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